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劫財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羅sir 很高興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些個人投資的知識 我們今天來說會有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選了一隻12來高息股 屬於舊經濟股 工業股 現在正在建立一個底部 底部屬於L型走勢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甚麼是L型走勢的底部 第二個話題是說恆子未來的走勢分析方向 還未說之前提醒大家 我們有一個私人教授一對一的班 近期有一個優惠 送了一個課程 優惠高達$3,825 大家去我們的網站看看 www.smartmoney.com.hk 去回羅博士現場課程裏面的 信網上直播課程 裏面大家見得到會有一個 一對一的私人教授 這裡見得到私人教授一對一 近期來說有一個優惠 有贈品的附送 贈品方面怎樣呢 就是送一個課程給大家 裡面有六個課程給大家選擇 這個贈品方面來說 有六個課程 有一個股票 技術分析 旗子、旗權、窩倫、牛紅證 以及一個奧匯黃金 有六個課程 優惠高達$3,825 因為我們旗子班 旗權班是$3,825 這個折實價 所以現在來說都很划算 用一個私人教授一對一 裡面可以有課程的陣送 比大家來說 可以學得好一點 因為有時私人教授 可以針對你自定的話題 作為一個學習 有時靈活性是比較高的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名額方面 每個月有兩個名額 舊身方面是優先的 大家可以在網上了解之後 再直接聯絡我們 去預約時間 再報名 我們今天來說 有一隻高息股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高息股是1382 互貸紡跡 有十二里的股息率 屬於一個紡跡工業股 公司來說是2007年上市 我們會用羅Sir四部曲 包括股息率 一個業務 走勢圖和價值分析 去了解公司的狀況 今天來說是2022年 8月19日 這個1382 互貸紡跡收市價今天是3.01 3.01 看看周息率 這裏看得到 周息率方面 是11.628% 即是有十二里的股息率 所以我們說高息股就是這個狀況 有十二里的狀況 我們要了解是否真正有這個息口 當中有沒有一個縱伏位 我們再看另一個網頁 了解這裏 它的派息方面 近期是怎樣 了解最近一個年度 2022年度 分別有一個中期息和末期息 中期息是2.01 末期息是1.04 加上是3.5 當中沒有牽涉到特別股息 因為有時特別股息 今年有得派 來年未必有得派 所以我們看回一個比較規律 一個中期和末期是比較好些少的 2021年度 這個派息中期是2.02 末期也是2.02 加上是4.04 2020年度 中期方面是2.06 末期是1.08 加上也有4.04 即是我們2022年度 其實派得少了 只有3.5 之前的20年度 是4.04 即是穩定性方面 派息是比較高的 這個三口性 可以比較強些少 雖然是要加得 是仔細些少的 另外要看公司的背景 這個屬於 戶泰紡織的公司的網頁 我們看看公司裡面的資料 看看這部份 公司的簡介狀況 公司方面是2007年上市的 公司方面來說 這裡看回 他做一個 針織部的生產和營銷狀況 公司的總部在哪裏 在香港 總部在香港 他的生產基地在哪裏 這個叫做 華南珠江三角洲 即是我們所看的 直接這個了解得到 就是潘儒的 他的生產基地在潘儒那邊 他的年省量有多少呢 八千七百萬公斤 員工有六千五百名 這裏都可以了解到 他基本的聘用人手 和年省量狀況 他其實針對 他的廠房集中於針織 染色 印花和整理這四個工序狀況 他紡織的布料 供應給哪些呢 是被人做一些男裝 女裝 童裝 運動裝 泳衣和內衣 這些供應廠商方面 所謂的買家方面 用來做這些產品 業務的狀況是怎樣 簡介方面 剛才提及到 他的重點在哪裏呢 就是針織 染色 印花和整理 這四個工序方面 在生產方面來說 有兩個點 一個就是中國的潘漁 這裏看得到 其實生產基地 就是中國的潘漁狀況 在中國擁有三十一棟大樓 總樓面面積有五十二萬九百平方米 這就是公司重點的廠房方面 另外 斯里蘭卡也有 比斯里蘭卡著重兩個工序為主 就是針織和染色這部份 基本上有兩個點 這也要了解公司的狀況 另外 走勢是怎樣 我們剛才提及到走勢圖 現在今天的收市價 2022年8月19日 收市價是3.01元 近期走勢來說 這是日線圖 日線圖所見到走勢是L型的走勢 L型底 甚麼叫L型呢 類似我們所說 這樣一個L型 這樣一個L型 所以你看到這裡 就是L型底的環境狀況 現在你看到支曉位多少 支曉位方面就是這裏 這裏所見的 就是兩角八毫六 兩角八毫六 阻力位方面 短暫方面就是這個 3.08 3.08 所以現在波幅區 是2.86 到3.08 這個波幅區 當中來說 大家留意一下底位的狀況 當然來說 有時候我們說 收息之餘都要選價位入市 留意一下走勢的狀況 再看看公司的一些背景資料 我們看看PE PE方面 PE方面來說 7.342 都屬於低的 7.342倍的PE 市值方面是42億 42億港元 每股帳面值多少 就這裏 港幣2.423 市盡率方面是1.242 1.242 都屬於低的 這幾個基本資料都要了解 好 我們接著說到大市走勢 這裏見到是一個 恆子方面的走勢圖 今天來說是2022年 8月19日 今天恆子的收市價 19,773點 升了9點 成家方面是822億 現在走勢方面來說 其實還是屬於一個跌勢 不過跌勢方面來說 是放緩了 所以現在紅色這條 是10天加權平均線 10天加權平均線 紅色這條 藍色來說 是20天加權平均線 現在10天也是 在20天之下 屬於一個跌勢 不過現在兩條線來說 是收窄了 可能跌勢近一個尾聲的狀況 不過沒有一個動力向上 不過跌勢是收窄了 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我們所說的尋底 尋找底部 現在支時位多少 我們看看 我們將這個低位 和這個低位連進去 一個最近的短暫支時位 就這裏來的 支時位方面 就這裏來的 19442點 19442 這是第一個 暖暫支時位 如果你說會找一個 好些少的 一個重點些少的支時位 我們就看看這個 我們拿回之前的低位 這裏就是 今年的5月10號的低點 低點方面 就19179點 19179 這就是我們下一個支時位 所以現在來說 這兩個支時位 都要留意到 重點多些少的 就是這個 19179的狀況 當然 你說再重要 多一個去到這裏 差不多到18,200多 這就是之前一個 今年3月中的低位 不過你暫時來說 看著這兩個 近近的這兩個 好 你說阻力位多少 阻力位拿回這個部分 拿回這個短期的頂部 短期的阻力位方面 就20284 20284 這個最高一點點 其實是哪裏呢 就是今年的8月5號所見的高位 所以要留意下近期的支持和阻力位 要是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集內容來說 就是Youtube裡面 是訂閱 訂閱方面 記得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到時你會收到最新市場的資訊 或者你可以和你朋友方面 分享我們這個 制裁TV這個內容 好了 我們未來集數裡面再見 拜拜